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名内阁部长被点名涉及性爱短片 首相表示不知情 为了提高外资 首相敦巴哈六表示 政府有意简化经商程序 以提升外资的吸引力 此外政府也会继续探讨 有关设立一战事中心的事宜 以便能够有效地处理外资申请执照和批准 Made表示 在咨询部分发展商的看法后发现 他们为了获得项目批准 需要走访多个政府部门 并且经过多达60个程序 Made以建筑业为例 申请过程可能就要花上三年的时间 就算政府设立一战事中心 也无法缩段时间 我们已经发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德也指出 审批的繁琐过程会给投资者和政府带来损失 并且拖慢经济增长 因此 为了让政府和企业受益 政府将拟定对策 以简化审查程序 政府也将探讨有关设立一站式中心的事宜 有关中心专门处理外资申请执照和文件批准 并希望透过简化和加速程序吸引更多的外资 首相德马德指出 我国每年花费大约600亿令吉从国外进口食品 他认为我国应该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 因此 政府正在寻找良好的机制 让农民可以在不依赖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 同时也能够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 马德指出 政府每年花费超过11令吉来用作为农民的补贴 可是农民带来的效益却很低 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农民生产效率非常低 马德认为 农民应该研究那些成功的种植者所实施的系统 来提高自身的生产水平 进而增加产量 而这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 改善生活 同时还可以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 我们在增加产量的收入 在这之前, 马德尔就有提议过采用混合农业来优化农民的农业用地。 所以在记者会上, 马德尔也鼓励农民分配部分的稻田来种植其他的农作物作为替代收入。 他还说, 政府将会着手展开研究探讨农民如何使用每英亩生产8吨的农作物, 并希望这一个方式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 另外, 首相今天强调, 政府至今还没有对燃油津贴的新机制做出最后的一决。 他今天在主持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之后坦言, 政府已经完成数据搜集, 但是这件事将在做讨论。 他说, 政府正在设法拟定对准目标的燃油补贴机制, 预计将会公布实施针对性汽油补贴的机制, 符合资格的司机将可以获得汽油补贴, 希望这么做可以减轻B40低收入群体的负担。 全国警察总长德西·阿杜哈密建议提高低阶警员的薪资, 以便高薪养联, 减少警员涉滩。 对此首相敦马丘说, 他将会纳入考量。 阿杜哈密促请政府关注警队, 尤其是低阶警员的待遇和福利。 他认为, 如果警员的薪资获得提升, 除了可以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之外, 也有助于减少贪污和勒索金钱的问题。 对于这项要求, 马丘虽然没有发表太多的言论, 但是他表示将会做出详细的考虑。 首相敦马丘承认, 现有的国会临选委员会并没有实权, 除非修改部分的宪法赋予他们合法的权利, 否则现阶段任何政府机构的高官委任 都是由首相自行决定。 首相表示, 他其实有意将高官委任的权利 还给现有的国会临选委员会, 但是这必须修改部分宪法条文, 并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员通过。 然而目前执政党的议员人数不足, 所以他唯有延续旧的委任方式, 也就是一切的委任权在首相手里。 马丘补充, 尽管如此, 其他人还是可以向他提供意见。 昨天晚上在手机通讯应用程式WhatsApp 流传几个男男性爱短片, 一名内阁部长被点名是短片中的 男主角。 对此, 首相邓马丘今天授寻时表示不知情。 马丘主持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之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对内阁部长涉及性丑闻短片仪式表示不知情。 他说, 他刚听到这件事需要研究, 如果记者知道可以向他汇报。 今天凌晨, WhatsApp流传几个男男性爱短片和照片, 并且影射某位部长是短片中的男主角。 除了短片以外, 在WhatsApp流传的还包括几个银行转账的截图, 但是并没有说明转账的用途。 通讯及都媒体部长郭宾森指出, 该部将会和记者学院合作, 培育能够应付工业4.0挑战的学生。 他说,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将会评估每一个机构, 以便在数字时代创造可靠和实用的劳动力。 如果看到, dari sudut keperluan masa kita ini menghadapi era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dan dalam keadaan tersebut, kita ada satu agensi yang dikenali sebagai MDEC dan MDEC telah pun memulakan beberapa kelas di sekolah-sekolah yang dikenali sebagai My Digital Maker 在我们付出一些学习的学习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学习 像机器设计 学习的学习 与艺术技术技术 与与工业 公平性补充 通讯及多媒体部 目前也在开设一个专门的课程 将技术整合 纳入全国记者和技术学院 现有的科目里头 除了该部以外 其他合作的部门 还包括教育部 人力资源部 以及青年籍体育部 吉兰丹化旺生的14名原住民 相继死亡事件 至今只是找到两具遗体 其余的12具遗体 已经按照原住民的风俗下葬 对此警方表示 将会在一个月内 搜寻所有病逝原住民的坟墓 将他们的遗体送往解剖 以查明死因 五级安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知识局总监 德西阿Q表示 警方将从今天开始 张开搜寻原住民坟墓行动 一共有30名普通部队成员 以及花旺生警区总部警员参与 此外数名原住民村长 也将参与搜寻 因为他们比较熟悉 甘榜附近的森林区 对于森林坟墓行动 虽然有消息指原住民相继死亡的原因和水源污染有关 但ACU表示目前警方还没有接获任何水源污染的投报 自从化妄声巴迪原住民部落爆发疫情后 族人便惶恐度日赶紧将病逝的原住民下葬 并且没有向执法单位投报 原住民发展局总监足利指出 根据原住民风俗 只要亲友离世 他们就会将遗体简单下葬 再加上原住民居住在森林深处 没有很好的通讯设备 因此没有向执法单位上报死亡事件 拖延多年的单轨火车纠纷 在今年4月终于告一段落 国家基建公司和供应商使隔米集团达成协议 修复损坏的单轨火车 在双方的合作下 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 三套五节车厢的单轨火车 目前的修复进度非常理想 所以当局放眼在今年8月16号 再次投入运作 陆兆福表示 目前龙市只有两节车厢投入运作 无法承载高峰期的大量乘客 一旦三套四节车厢投入运作 将有望舒缓拥挤的情况 他也表示 基建公司和供应商使隔米集团 能一同解决问题 提高单轨火车的载客量 缓解拥挤的现象 为乘客提供更舒适的乘搭环境 陆兆福也补充 在三套四节单轨火车的修复工作完成后 接下来将会修复另外两套四节单轨火车 这也意味着 预料会有五套四节单轨火车 在今年投入运作 根据合约 国家基建公司也会增购 七套新的单轨火车 预料可以在18个月内投入运作 因此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 一共会有12套四节单轨火车 投入运作 全程24公里的槟城第二大桥 自2014年3月通车以来 就成为通往槟岛和威省之间的主要通道 目前每个月有超过80万人 使用这座桥来通行两地 因此 槟城第二大桥私人有限公司 会在有关大桥设立新的基础设施 包括油站和休息站 以满足道路使用者不断增加的需求 平成第二大桥 四人有限公司 代首席执行员 是在吉隆坡广播大厦 录制 TVE早晨节目后 像本台记者这么指出 名为苏丹阿多哈林大桥的 槟城第二大桥 全长24公里 从威省南部巴都加湾 衔接到槟岛的巴都毛 这促进了巴都加湾的工业发展 带来许多就业机会 不但如此 由于槟城第二大桥 非常靠近槟城巴六拜国际机场 所以除了是人们通往 威省和槟岛的主要管道之外 也是海内外游客必到的旅游景点之一 配合开车节所展开的安全行动 进入第13天 全国的车祸率达到21265宗 其中的206宗为死亡车祸 不幸在公路丧命的人数达到221人 武吉安曼公关部主任达到阿斯曼瓦蒂 发文告指出 连续几天的廉价已经结束 由此们都在最后一天返回工作岗位 而在昨天就发生了1750宗车祸 当中有13宗是死亡车祸 造成14个人死亡 在过去的13天以来 发生死亡车祸率最高的州属 依然是雪兰的州 有38宗死亡车祸 夺走了38条人命 接着是柔佛州 一共发生30宗死亡车祸和34个人丧命 阿斯曼瓦蒂也指出 警方在安全行动期间 一共开出了292527张交通罚单 而这些罚单一律都不能获得折扣 另外在破门刑切的案例 警方一共接获多达658宗投报 其中雪州占了157宗 接着是沙巴69宗 在这些破门刑切案中 大部分都发生在住宅区 配合佳节而进行的开灾节统治品措施 从上个月21号到本月19号 一共有27样货品被列入统治品 不过商贩和消费者对干货和失货的价格 持有不同的反应 由于一些商贩没有把价格展示出来 导致消费者无法比较价格 开灾节虽然已经过去一个星期 但本台记者到巴达林旧区市场视察发现 统治品的价格依然维持在国内贸易 及消费事务部所规定的顶价范围之内 然而到市场购买的消费者 以及商贩们的反应却各有不同 中文字幕提供 消费者认为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一些 这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 商贩们却认为 有些货品的价格被列入统治品之后 反而价格明显比之前更高 价格明显比较价格 此外有许多收卖失货的商贩 如蔬菜和鱼饭没有展示价格标签 导致消费者购买时无法比较价格 香港政府强力推行逃犯条例修正案 民众发起明天大罢工和罢市 特朗普警告 如果习近平不出席二十国集团分会 他将立即对大批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稍后回来聚焦国际 请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亚虎河东地问 今天晚上展开第二回合对决 争夺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40强的资格 大马族总理事Christopher Rush 希望大马主帅陈清和带领国家足球队 以第一回合的英勇姿态拿下东地问 Christopher Rush表示 他对陈清和以及国家队球员有信心 他相信他们今晚可以大获全胜 击退东地问 如果我们希望是在今晚的资格中 这些资格中的资格中 一定会在一资格中的资格中 我认为是161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继2023年中国亚洲杯入选赛复加赛 马来亚虎以7比1打败东地困赢得胜利 如果目前世界排名168的马来亚虎在今晚获胜 将有机会晋级亚洲区40强 参与从9月开始到明年6月的第二阶段赛事 第二阶段赛事的抽签估计于7月17号在卡塔尔举行 国家心脏中心的医疗团队召开记者会宣布 该中心又创下新的医疗季度 他们成功为一名患上心脏大动脉转位的婴儿进行手术 成为全国第一宗进行相关手术的医疗中心 国家心脏中心儿科与先天性心脏疾病科主任哈斯利指出 这名接受手术的患者阿丽萨也是连体婴 在今年2月出生 阿丽萨出生两个星期后 就被诊断出患有心脏大动脉转位的问题 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在接受心脏手术之前 连体婴必须先进行分体手术 他们于3月6号在沙巴医院进行分体手术 分体成功之后 于5月16号被送入国家心脏中心 当时阿丽萨才三个月大 阿丽萨的主治医生 西瓦古马则表示 患者进行了分体手术之后 身体非常虚弱 并且出现感染 不仅提高了手术的风险 也给心脏中心的医疗团队 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这种ides 患者是很疯的 很疯的 Read the body was all 有疯狱的 所以有点困难 是到讯取 達出真正的 细劣 给了分子 与服装 所以这部门 为了脏 无论如何阿丽萨的心脏手术非常成功 目前依靠辅助器呼吸 国家心脏中心的资料指出 只有1%的婴儿会出现先天性心脏大动脉转位的问题 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和痊愈 马来西亚每年会接获70到80宗的相关病例 著名的儿童动画爱探险的《朵拉》改编成为真人版电影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收看这节话新闻 我们再会